他本身也有很多問題 他怎麼會照顧 自己本身也照顧不了 怎麼會再照顧你的人呢 他就說 我畫一個山給你們 那你們在上面就自工自給 自己搞定它了 自己搞定它了 好像摩星領的條件 是啊 其實就等於以前香港政府的所謂 禁閉式藍民營 不過這個禁閉式的藍民營 他就像一個山頭的東西 沒有公養的 夠大 自生自滅 自生自滅 那還有呢 就是我聽有一些村說 喂 如果這個地你種得到東西 就是好東西 接著他就逼你走 搬村 就是這個地我泰國政府收回 那你就再進一些 就等你開 就是幫他開狠 就是叫你開狠嘛 幫他開狠 好了 我們就是泰國 就是我們在這個中國孤軍 在泰國呢 就可以暫且寄居住 那麼 一九 我們講的那個考牙考科山 就是八零年打完 都不是很遠 三十二年 算是現在三十一年左右 一九八年年呢 舉光文化服務中心呢 就組團就進入太北山區 喂 戰事都仍然剛剛結束 那你們就一對人馬衝進去 那究竟是 因爲何事呢 說起這個故事 都幾長 其實當時呢 是八十年代 我們看了一部紀錄片 叫做 《血的紀錄》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比較近期少少的 這個近期少少的 這個是大概是五六年前 我們是帶一個叫做 《遙中國際中學》的學生去探訪的 是中途遇到這些 就是黎巴路 要推車 要推車 那這裏 按下不表 我們先講了 八十年代 我們當時為什麼會去 泰國公民 去青米玩的 你們是上山的 那當時呢 其實我們呢 受到最大的影響就是 我們看了一本書 那本書呢 就叫做 《二域》 我想可以說一說就是 大家很出名的 柏洋先生 所寫的 不名是鄧克寶 鄧克寶 所寫的《二域》 多寫在台灣也是禁書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在台灣是一本禁書來的 但是呢 就很多人偷偷看 看了之後呢 原來他就是聯考 好像都曾經 有出過關於這本書的問題 那麼 他總銷量呢 是超過二百本 二百萬本 當時是非常之轟動 那麼 這本書也都很感人 這個小朋友 泰北的小朋友 這本書很感人 烏軍的後藥 我們就印象深刻 當時八十年代 八十 一九八二年左右 暑假有一部電影叫做《血的紀錄》 他有說當時有一班 就是 因為那個紀錄片 就是有很多 在不同的故事組成的 其中有一部分叫做 《鴉片軍閥》 就說起說 在金三角 泰國 北部那裏 有一班中國人 在那裏種鴉片 那我心在那裏想 我說 如果他們種鴉片 我照樣不用那麽貧困 那麽慘 於是 我們就說 有機會應該去探望他們 這班人 那沒多久呢 那我就透過 一個偶然的機會 就看到台灣出一本 那本刊物 那本是基督教的 叫做《宇宙綱》 當時我們透過很多 剪照的方式 就找到宇宙綱的負責人 是中原大學的教授 林志平 林志平教授 其實就是很出名的台灣作家 張曉峰的先生 原來他帶了一班人 去那邊服務 於是我們就 輾轉就是透過不同的渠道 就知道他們經香港 於是 我們慕眉 就去到那個酒店 敲門 就告訴他們 我們是表白 我們是舉個文化服務中心 我們有意思 原來覺得 太不關你們香港 是什麽事 狗不搭霸 那你們去那裏做什麽 因為你們去那裏想買東西 買毒品 他們都懷疑 喂 你們這班人是什麽人 就是當時 都 其實都不是很願意 接受我們那個 的到訪 話說說 當時 如果泰國回來香港 海關 是特別查的 特別嚴重的 特別嚴重的 你還去泰濱 後來我們 就 真誠感動了 林教授 因為他帶了那八箱東西 是被海關扣留了 帶不到回台灣 就是 泰國 海關不讓他入境 那我說 不如這樣 你交到香港 我們先保留 如果我們去那裏 我們幫你帶去學校 因為那裏面 那裏是教材 還有一些醫療用品 那裏面 於是我們將他們 保留 我們機場送機 就保留 幫我們收起了這份 後來就真的 告訴他們 我們1982年 我們就起程去 我們只是藏著一張卡片仔 就 那時候 就窮了 我們就是 初出茅廬 那 第一批 其實不是整批人去的 我們有五 五條大漢 五條欄 五條欄去 第一個就是 何勝東 還有李沛全 還有我 三個人 已經有三個 還有兩個 姓吳的兄弟 我們總共五個人 就帶了三十幾箱 都沒有三十幾箱 十幾箱 帶了這麼多 十幾箱 十幾箱 我們去到海關 就被他們扣留了 就 商談了很久 是 逼錢就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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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菠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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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們聊兩句 就是講那個數碼 講那個數碼 那裡就醞釀了一段時間 他最初呢 那個海關呢 就要收我們三千元美金 我們何來有三千元美金 老實講 後來就 正如李沛全華山 他說呢 每隔十幾分鐘 就過來 減一減 跟我們聊一下 怎樣啊 考慮成怎樣啊 芝芝糾纏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我們就說算了 既然間這十幾箱 對他們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呢 用一千多元買得到 我們不如就給一千多元 於是我們就給了 好像大概一千元港幣左右 就放行了 由三千元美金 講到一千元美金 去關港幣 那個人馬說得比大哥 厲害 不過八幾年一千元港幣都不少 老實實 那時候我們是 的確我們是真的很貧困的 但是我們都覺得 這十幾箱東西 對泰北的難民 是非常之重要 於是我們就說算了 我們就放行了之後 我們當日就是 在曼谷 坐了十三個小時的車 由晚上七點鐘 到第二天早上 沒有飛機的 有時 沒有飛機 沒有飛機 我們就坐不起來 那個程飛機 包起來的 我們是香港去曼谷 曼谷 然後坐巴士 其實可能很多網友 覺得奇怪 你帶一些 其實不是帶金銀珠寶 你帶一些書 教材 教一些小學課本 中學課本 那些 對泰北來說 是否可以交代一下 你拿被昆沙 不是 是啊 但是那些是書來的 那些是書本來的 但為何要對泰北那麼重要 泰北那麼衰 要這些 因為 當時 泰國北部的難民村 他們每一條村 都有一間 雖然他們的生活環境是很差勁 我們看到他們的茅草屋 這些 現在在畫面看到的 就是茅草 或者是黎巴路 泰巴地 但是實際上來說 他們的生活是非常之 赤貧 赤貧 不是青貧 他們每天只能吃兩餐飯 第一餐 早上八點鐘 第二餐就是四點鐘 因為當時他們沒有水沒有電 那些水是靠 破開竹樹 從山頭 一直引進去村子那裡 但是這麼艱苦的環境之下 他們仍然有一件事 就是很堅持 就是中文的華文教育 他們覺得 他們 是中國人的一份子 不可以亡 亡根 亡本 所以 剛才麥卿所提及到 為什麼那些教材 對他們這麼重要 就是那些教材 比他們來說 比黃金更重要 比下一代希望 簡單一點說 譬如有人捐了一部發電機給這條村 那本來就 大家都 很高興 結果他們是不用著 就是給學校用的 你學校開課 我就用發電機 其他呢 你不要用了 就是他們放在 教育下一輩的中文方面 是很堅持的 是 花多少錢都要 那條村 無論是有多少人 先搞幼稚園 再搞小學 無論那個校長 可能是小學四年級 他都要搞 是 盡其所難去教育下一代 是啊 不要受悶了 好 那繼續 或者我講一講 那天晚上 就在曼谷去青萊 晚上 因為我們是乘夜車 在車上睡覺 去到青萊的時間 其實都很晚 好像九點幾十點 九點幾十點 我記得我們幾個 因為睡得不太好 沒什麼胃口吃東西 那就 因為 剛才曾先生說過 他跟陳將軍談了很久 那 可能他一會兒會有補充 有些很特別的情況發生 那我們一下子 等著等著 等著 都等到整 十一點幾 一個多小時 上去 不知道做什麼事 那我們沒有吃東西 那下來呢 曾先生說 談好了 我們上到美斯洛 有位雷將軍 雷宇田將軍會請我們吃飯 那我們想著 嘿 有將軍請我們吃飯 厲害 不用吃早餐了 幾個大漢 就坐著一輛車 那些車 真的 那些山路 燉得不得了 那好吧 我們上到美斯洛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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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是吃晚時間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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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之大的 二天歡迎你們 感受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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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那些 河昌實彈 去到半路的時候就要截停我們的 我們去之前 對著咪 去那個時候就沒有想到這麼大的風險 只不過是 不是 就是知道是去 因為那個血濃於水的關係 因為國軍的孤軍 有一份熱城就去 但是就沒有想到這麼危險 而且我聽聞有些人還交代了 後事 後事 不是 戶口 戶口簽名 戶口簽名 但是我又不知道這麼危險 就是 買豬仔也不知道 你太說 不是 我知道是泰北 但是就沒有想到這麼艱辛 而且那裡 我們去那個時候我都頭髮黑色的 就坐夜車 去到很遠很遠 那些森林根本上就看不到 看不到 只有森林 但是那裡 就聽聞說 那些賊就是警察 就脫了一件衣服 就搶了財物 去到一些地方 就好像龍門黑棧 哇 這麼下車 吃粥 那樣子 又上車 那樣子 去到呢 就青萊 再去阿卡寨那裡 因為我們喝水 就沒有辦法遮到落口 因為那些很崎嶇 那些山路很崎嶇 那去到美斯洛 我的頭髮就變成金色 不用染 黃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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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居住的地方 就當然是很簡陋 是不是 那水呢 剛才說那些粥子 引了水下來 就很冷的 當時就說 但是怎麼洗澡呢 很冷啊 原來太北 太北是冷的 不是太北 很熱的 那那個情況呢 洗澡 一直叫中華民國萬歲 才可以去洗澡 南馬喝水 打到共產黨 才可以洗澡 洗澡 到一秒二成 是 那情況就是 那好吧 第一次進入山區之後呢 我們第二節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呢 就去一去這個 聽一聽一首歌 我們呢 跟著就第三節 我們再繼續說 聚光進入了太北 宋坦道太北 這個這樣的活動 究竟是做了些什麼 好 待會我們再見 正在內 Cin där 身 här百年華蒼桑 主持 麴進成še societ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